好刚刚呢我们说的是http中啊这个协议呢有请求和响应两部分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完了请求刚刚是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响应啊看一下响应 那么响应用英语单词来说呢就叫什么呀 response啊response 未来呢在工具中很多工具呢一些就是说跟http协议跟接口测试相关的一些工具里面 一般呢他都不会直接出现汉字了用的都是什么呀 英文单词啊那么英文单词呢我们就得认识啊request请求response响应啊 那么在http的这个响应中呢他也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分别呢就是状态行哎状态行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消息的爆头啊就消息头 第三个空行空行最后一个响应的正文 啊响应的正文也就是说那既然服务器呢要给出响应那么响应的什么东西正文呢写在后面 是吧下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啊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 那么这块呢只是一个案例那下面直接看一个真实的情况吧 还用百度啊 嗯百度也不怕被咱们玩坏 咱们也不怕百度被玩坏 好那么同样看这个百度我们呢这次的话呢比如说刷新一下页面他呢就做了一次这个相当于跟服务器呢发送了一次请求 那么在这次请求中我们还是先看这个百度的这个内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他呢有两个模式尤其是在这个请求这个响应这块有两个模式 那么一般呢在这个sauce这个模式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响应的这个主体内容就响应头和响应这个报纹的一些主体内容 那么他还有一个呢就是呃另外一个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里边会隐藏一些信息啊隐藏一些信息 那么不管了我们直接看这个原原材料原原内容 那么在看这个服务器给出的响应里边呢首先第一行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响应的什么样状态行 在这个状态行里边呢会展示着这个响应的协议的版本号http协议1.1版本啊 这是响应那么在这里面有些人说老师那我们请求呢 那么请求他到他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这块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看到 请求的时候用的也是http协议 然后那也是1.1版本 所以呢响应的时候人家也给出的是什么呀 http协议的响应也是1.1版本啊 那么响应的过程中这有一个状态码啊 这个状态码呢咱们马上就要去说明 这个状态码呢是标识这个这次响应的一个就请求状态的一个结果的 有没有请求成功 一般呢看到200就是什么意思呀 成功的 是后面写的OK呢 但是呢200是一个特殊的码得记住啊得记住 然后再接下来这些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什么呀 请这个响应的一些报文啊响应的报文 这里边呢有一些呢是专门的就是说固定的格式啊 有些呢是固定格式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 由这个百度服务器自己呢做一个特殊说明的方式 这个具体哪个每一个代表什么含义 稍后呢咱们就说 因为这个呢是这个响应里边的一个内容和知识点 但是不重要啊 但是不重要 那你们不得也说 背后里边画个圈圈诅咒我 好 下面的话呢这个里边呢就是说 刚才那响应的正文就不给大家看 就是一个网页的一个内容啊 响应正文就是网页内容 但是前面这些就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的每一个 每一个内容它的知识点 首先呢先看那个响应头的知识点啊 响应头的知识点 响应头的知识点有很 就内容有很多 因为呢一次响应呢 它包含了很多东西 在这儿你们大家不用记 你们大家不用记 像这个什么allow 它代表的是服务器支持的请求方法 什么get post的 这个呢在响应里边也会写出来 再往下content encoding 是说这个响应的过程中 这个文档支持的编码方式 啊再往下文档的长度 啊内容的长度 那文档的类型 啊然后呢当前的时间 这个大家刚才看到了吗 data mon代表是monday 03是三号 诸文代表是六月 2019 然后下面这个时间就比较尴尬了 0743 这是谁的时间呢 是我们本地时间吗 不是 是百度的时间吗 也不是 这是哪个时间 有啥 响啥啥 呦呦呦呦 你们还挺专业啊 GMT代表的是世界标准时间 全球标准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起点是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这个时间 啊就是世界这个零零零零零度金线吧啊 这地理上的一个知识 所以你想做软件测试 你得知道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啊 啊 所以呢 这个时间跟咱们北京时间 大概差了有八个小时 因为他们是在零时区 而咱们北京呢 是在东巴区 东巴区现在是15点45分多 那么这个是15点 这是7点43分多 以后咱们那是下午 人家那块是早上 就这个 所以你们大家未来做测试的时候 也要会导这个时差 也会导时差 也要懂这个时差 有人说有必要吗 完全很有必要 那么除此之外呢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之外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什么认证信息 认证信息 那么包括一些其他的 这些说实话都不用记 像这些文档 或者说这些技术标准 还有字段 在网上一搜都能搜出来一大堆 所以呢 在测试的时候 有哪个遇到了不认识了 就干什么呀 百度就行 百度就行 完全不用记 完全不用记 这呢是说这个响应头的一些内容 那么除了有响应头 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关键的东西 叫做状态码 叫做状态码 下面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http响应的这个状态码 http响应的状态码呢 它呢将会标志着 这个http这次请求 能不能被这个服务器正常的受理 以及受理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么http请求的状态码呢 英文解释 http status code 就是状态码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的状态码呢 就是 标准的就是长这个样子 但这只是众多状态码中的其中一个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页面上 可以看一下页面上 这个状态码 status code 就长这个样子啊 知道一下它长这个样子就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状态码都有哪些 我们平常呢 经常可能会见到的一些状态码 有以下几个 第一种呢 是200 这个是最正常的一个了 也是用的最多的一个 第二个呢 叫做301 表示的是 你要访问的资源 被转移到其他地址 就是说301 资源被永久转移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个呢 也是大家呢 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个 叫做什么呀 404 一般呢 就是说 如果一些网站做的比较好的话 它会有专门的这个404的这个错误请求页 就是说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页面 它会告诉你 比如说 你可能会遇到说 这个你请求的资源走丢了 你请求的资源 被到火星了 会有这样一些比较人性化的提示 虽然说的是那样 但其实总归一个含义就什么呀 请求的资源不存在 然后呢 那么第四种呢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就是500错误 就表示服务器内部的错误 这个大家不用记 那下面的话呢 看一下这个 除了记一些之外呢 那么标准的这个 状态码都有哪些分类 那在这呢 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说这是正常的 就是200 如果不太正常的是301 看到吧 那就是资源呢被转移 资源被转移 那么还有一些 再比如说再看一个 就是404页面 然后page not found 这样的很正常 比如说下面呢 咱们上课都可以自己造一个 有些老师打造 这个页面存在吗 有可能 但是他不是发的 对吧 你在这里边呢 你可能会发现 哇塞 这个这个资源都不存在 他可能什么也不报吧 所以你请求的东西可能是个错的 可能是个错的 那我们先返回去啊 比如说呢 在这里边 比如说新闻啊 百度新闻 你请求这个资源里边呢 比如说点一个 比如说点一个 但是这个新闻的网址什么的都是对的 但是呢 比如说你点这么一个啊 把这个网 把这个新闻页 就是这个地址编了 比如你要请求这个东西 那当然你就会发现 他呢是会告诉你这个页面不存在吧 对不对 然后呢告诉你弹出那么几个不存在之后呢 然后再返回去 那这里边好像 来我们赶紧看一下 赶紧看一下 赶紧看一下 不行 重新来 大家看 看到吧 404 404 脑袋放的 对吧 一闪就过去了 对吧 看到就行 看到就行 404 那么还有一些错误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500错误 500错误 500错误一般的话呢 它可能会提示你一个信息 叫做比如说 Internal Server Error 就是内部服务器错误 是内部服务器错误 如果错误的类型有很多 那下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些 都代表什么具体的一些含义 总的HDPP的这个状态码分类呢 有五种 比如说一开头的 二开头的 三四五 就是说这五大类 其中呢 第一类一般呢 基本上呢 是见不到的 一般是基本上见不到 它表示一个信息 就服务器收到了这个请求 但是需要你继续进行操作 才可以完成 所以一开头的 这个呢 不用记 知道一下就行 二开头的呢 基本上表示的是什么样 你这个请求是成功的 然后呢 并且呢 被成功的处理 然后给你返回来了 三呢 表示呢 是页面资源的重定项 那需要可能进一步的操作 才能完成 四开头的 表示的是客户端的错误 请求中包含了错误的语法 或者是无法完成的请求 就像 我说这个 让你们做一个很难办的事情 然后那500错误呢 是说内部服务器错误 一般呢 就是说服务器自己在处理请求过程中 自己错了 跟你没关系 我这么说 大家能理解吗 那在这呢 大家把这两个可以呢 典型的 就是这两个分类记一下 把这两个典型分类记一下 就四开头的 以后遇到了 就是什么样 你请求错了 请求的问 要么是请求地址错了 要么是请求方式错了 然后五开头的 就是跟请求没关系 就是什么样 服务器发生错误 服务器发生错误 下面呢 给大家呢 列举出来一些 就是说基本上 这算是比较全的一个 http状态码的一个列表了 一开头的就两个 一开头的就两个 这个呢 就不用管它了 一般上呢 我们也用不到 那二开头的呢 有一些 最常用的是这个 OK 最常用的是200 OK 那么对于其他呢 大家呢 了解性的知道一下就行 如果说真的 测试的过程中遇到了 知道它代表什么含义就行 那知道它代表什么含义就行 这是二开头的 然后呢 三开头的 有这么一些 有这么一些 一般的话呢 就是301 这个呢 是比较多的 一般301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其次呢 就是三里边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307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它一个呢 是永久的被移动 资源的位置呢 发生了永久移动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临时的重定向 和这个302 有点类似 就是这三个 应该是 相对来说 还是三开头那边 比较常见的 这个呢 也是知道一下就行 这个也是知道一下就行 然后呢 有三开头 就有四开头 四开头的呢 是最多的 它里边呢 内容呢 也比较多 比如说呢 400 这呢 是除了404之外呢 另外一个呢 是比较常见的 404 就是说这个资源 没有找到 not found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not found 就是没有找到 那么和它类似的 第一 这个啊 400呢 代表的是 Bed Reques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错误的请求 就是说你的语法就是错的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和这个not found 他俩含义一样吗 那想想 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就是说你请求就错了 虽然呢 他都是请求错误的这种类型 但是错误的原因不一样 400呢是请求本身的语法错误 原来该有斜线的地方 你没有 然后呢 not found是什么呢 你请求的这个东西不存在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呢 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个403 403 403是什么呢 403是 forbidden 就是禁止的意思 禁止的意思 就是服务器呢 也知道你要请求什么 但是拒绝执行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听不明白 你要找什么 他也不是说找不到这个资源 我也知道你要说啥 我也知道你要找啥 但是不好意思不给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大家把这三个做一个记录 把这三个做一个记录 400 403 404 好 下面呢 我们说一下五开头的这个状态码 五开头状态码里边呢 常见的就是说500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了 就是服务器内部错误 无法完成请求 那么这个一般呢 常见于什么地方呢 大家你们之前呢 也做这个OA系统的测试 还记得吧 在那个OA系统测试的过程中呢 大家呢 也遇到过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呢 打开首页的时候呢 帮弹出个错 什么错呢 就是500 内部错误 服务器内部错误 那么除了500之外呢 就是说502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BID Gateway 就是说网关服务器 是失效的 网关服务器是失效的 就是说 一般呢 在整个互联网的世界里边呢 服务器 服务器呢 它不是孤立存在的 一般呢 要想仿佛服务器呢 前面呢 都会设置一个网关 让它在一个网络中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网关是错误的 无法理解 那么服务器 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这个502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也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那这个504 这个大家呢 也要了解一下 它里边呢 有一个呢 就是说 Gateway Timeou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网关超时 网关超时 就是请求的时间过长 请求时间过长 那么超时的话呢 那一般呢 它也是无法处理的 那么所有的请求 都有一个时间效率 那你这个超过 这个时间效率之后呢 它就不再被认可 是一个正常的请求数据 不再是一个正常的请求数据 所以呢 这块呢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这个500的 就知道这两个就行 这块呢 也不用记了 也不用记了 知道一下就行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这个状态码 有很多种 一些常见的知道就行 一些常见的知道就行 然后呢 这个分类是比较重要的 4开头的和5开头的 完全不是一个什么样 不是一个含义 能记住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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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